我也注意到了这份调查结果 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国人表示 如果美国真的禁用了微信 那么苹果手机我们也可以不用用了 美国一些政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非美国企业 美方的海盗行为 已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消费者和企业权益造成了损害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抵制 我想强调的是 美国一些政客对包括微信在内的非美国企业的违恋 实指是将意识形态偏见的标签强加于非美国企业 是对某一领域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国企业 采取有组织系统性的经济霸凌 这种做法否定了美国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践踏了国际规则 破坏了全球化浪筹下的各国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